好 持续来关注苹果公司线上商店笔记型电脑标错价的事件 从上个礼拜五这个原价47,000多的笔电被物标成19,900元 引起网友疯狂的下单之后 到现在已经有20万笔订单了 网友都是用19,900元下单的 不过苹果的做法却是收到这个订单之后 就把这个价格调回原价47,000块 这让这些下订单的消费者很不能够接受 不过经过了三天的沉默 到今天苹果都还没有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所以行政院消保会今天也因此召集了相关部会来言商处理原则 现在要求苹果最慢在明天以及周二下班之前就要给个交代 先期上班日行政院消保官召集经济部商业司北市府消保官一块协调 苹果电脑标错价的乌龙订单该如何处理 没想到苹果电脑不出面就是不出面 客户有告诉我说他们也有 就上礼拜五的时候有说明说他们正在针对这件事情做调查 但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 就会再跟大家说明 23号的乌龙订单原本这台要价47,700亿的 Mac mini 8G主机变成19,900元 晚上8点苹果发现错误更正价格 但已经有20万网友下单这争议如何落幕 小保官要求苹果礼拜二下班前说清楚 那这部分苹果电脑我也希望他赶快给我们回应 我认为这不适当你要嘛你就拒绝出货 你怎么赔偿再说那要嘛你就是接受出货 苹果初步回应不会以原价出货给网友 而目前倾向的解决方案是给下单的网友 每一台19,900元的提货券 购买苹果任何等值商品或是另外一条路 向戴尔标错价给礼券来解决 不过网友不能接受 不太好吧因为毕竟自己标错价 然后现在又要用这种方法来 就是愚弄消费者吧 对啊不太好感觉 不太能接受 对啊因为好不容易买那种便宜的东西 苹果公司这么大全球的电脑知名厂商 他不应该说因为就产生这种 座椅上舒适然后就欺骗消费者 这个大乌龙苹果怎么解决 大家等着看 只是如果全数要出货 苹果也要损失超过60亿元 这笔天价订单如何落幕 对苹果来说恐怕不是不出面 就能解决的 明日新闻余帆燕燕生台北报导 明日新闻余帆燕生台北报导